我們在簡報22頁這邊 順便跟老師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人 是不是都有開Google的定位功能 手機 其實你的軌跡 你可以直接匯出來 這樣子的話 假設你是要做旅遊記錄 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 那些景點都還可以再做調整 重點是可以做調整 因為現在定位的準度其實都蠻高的 你知道我最近去一家中醫診所 我用Google地圖查 它上面還會顯示熱門遲斷 就是禮拜幾 哪個時間大概多少人 它上面都會有那個 不是只有附近車流量而已 連這種資訊 對對對 所以真的很厲害 定位那個準確度確實提高了 那所以呢 你可以像這樣 那這個部分啊 我有寫一個 就是教學文章 裡面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那我也 清楚我的 5月28號的行程 私密景點之後 我有把它變成一個KMG檔案 我們剛剛不是用KML嗎 對不對 那KMG是什麼 KMG的話就是它KML的壓縮檔 壓縮檔 所以它實際上 你如果用壓縮檔打開 你是可以解開它的 那這種格式 跟KML比較不一樣 就是KML是純文字而已 也就是它只有記錄坐標啦 你的文字資訊 可是呢 等一下我們在那個 Google地球裡面 我很會客製化 啊這個景點的那個圖 甚至我要把它覆蓋那個圖層 對不對 我可能會有一些圖片啊 疊在那個上面 那這些資料因為不是文字型的 所以我們就用KMG這個格式 這樣您了解了 好所以其實共通格式就KML KMG 那這個就是 很多的這些地圖軟體 他們都可以讀取的一個資料 好那我先把這篇文章我先打開 好然後打開之後呢 我把這個檔案下載下來 你看我一樣把它下載 這個我放在我的雲端硬碟上 我就直接下載 好儲存起來 你有看到 預設又是用誰開 是不是Google地球 對不對 當然你也可以回到 Google地球的網頁版 都可以 好你看我就可以把它點開囉 點開你可以看到 它又幫我把這個 位置打開來 好你就可以看到這邊 你看這個是我上個禮拜天的行程 因為在這裡 然後就都都又跑來台中 哈哈 有沒有它都把你記錄起來了 你如果靠近一點就知道 它定位的準確度是還蠻高的 因為我確實是到這個地方 你看我在花林有三個 三個點有沒有 一個是火車站 你看到這邊 這是火車站 然後我住的地方在後火車站 他連那個民宿 有沒有都標示出來了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我這次上課是在那個化人國小 所以他也幫我標示出來了 在下面這裡 化人國小 已經到吉安鄉了 在這邊 蛤 對 他只能會單天嗎 他目前就是 對 只能單天 沒有錯 老師很快就發現那個 來 我先把我Google的那個資訊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沒有 沒有資安問題 可以給各位看 在這 可是老師你的行裝都被抓到嗎 欸 我沒有那個 沒有 沒有到我家 哈哈 所以這樣還可以 這個是我五月份的 總共有十二段行程 有沒有 在這邊 這邊 比較多 另外在這邊 類似像這樣 所以 他能夠匯出的就是指定某一個時間 的日期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匯出的時候選擇什麼 來 在這邊 全部的一起下載 就是你的那個所有的那個 軌跡 他就只能單一天或者是全部這樣子 曾經開發的全部這樣 對對對 應該是說你有定位的都幫你匯出來 那很大 對 資料就會比較多 對對對 所以 你看 這邊是不是KML 對吧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有開定位 加上沒有拍照片 是不會上傳到Google相簿 我跟你講 你點到那個景點 下面 就會有 你當初拍的照片 所以你看 其實我喜歡Google的服務 就是因為這樣 它有很多服務是 都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在找照片的時候 欸 我的那個旅程就順便出來了 我在找旅程 我的照片就順便出來 這樣有沒有感覺到 有小幫手在幫你 整合起來比較方便 這樣您了解的 那你要怎麼進到這一點 進到這個位置 您可以自己檢查看看喔 怎麼檢查呢 在我上面這邊 好來 您看一下 您就是進到Google 您登錄一下 您的Google帳號 然後呢 你會找到這個地方 叫做 資料與個人化 這個 如果你有打開 如果你有打開 在這個下方 這個畫面的下方 您會找到 有一個叫時間總 你只要點開 就會看到自己的軌跡 老師 你可以自己定位看看 看看你家準不準 應該都蠻準的啦 大部分老師應該都有開吧 我是覺得開應該是 應該是OK啦 因為我們不是名人 所以應該還好 就是 等於他幫你做一些紀錄這樣子 嗯 重點是準確度夠高 對對對 這個的話 其實 對大家在 做這件事 有沒有 像我這個是2020年的 也是 這個在瑞城國小的 就 他會把你這樣標註出來 大部分會是正確 當然也會有錯 所以 你如果像我們剛剛這個情形 比如說這個點錯了 請問可不可以刪除 可以啊 你可以把它刪除啊 在這邊你看 你看我們 你如果匯入我的檔案之後 你看一下 一樣把它展開 你看下面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個展開 好 你看 好 這個是景點的 欸 這個Driving 就是我的什麼 開車的 或者是移動的 這個過程的路徑 好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路徑你要調 也可以調喔 現在只是說 因為他都整的好了 是不是就很方便 你就少畫了 對不對 那某些景點不要 你就點到他 你就按滑鼠的右鍵 是不是有個刪除 如果你確定我沒有去過那裡 或是這個點 我不想要公開嘛 我就把它刪掉 所以你們拿到的就是 我把我們家的那個 就先刪掉這樣子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了 那我們在看這個地圖的時候 順便跟大家說明一下就是 你有沒有感覺 現在地圖上的資訊好多好多 有沒有感覺有點眼花了彎 有沒有感覺有點眼花了彎 眼睛有比較灰嗎 所以可不可以不要顯示那麼多資訊 可以的 你看一下在這邊 嘿 這裡我先關掉 你看 就是如果你不要顯示那麼多 你可以在左手邊這裡 左手邊這邊 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把一些 比如說道路 你不用顯示出來 地點 你可以不用顯示 邊界也不用顯示 好 那這裡有更多什麼 運輸工具 我也不要 就把它關閉 3D建築 不要 道路我也不要 關閉 有沒有感覺這樣你的地圖 變乾淨很多 對不對 尤其如果是 因為說真的 我也不是地理相關科興 但是 我覺得 我剛好工作領域是跟多媒體 比較相關 那我希望有一個比較乾淨的地圖 我就把這些資訊關掉就好 那像我們這裡還有一個功能 是什麼 氣象雲圖 你網頁上的也可以開喔 所以 如果你有把氣象雲圖打開 這裡 現在它還沒有載進 你可能要稍等一下 它這邊氣象雲圖所看到的就是什麼 即時的 它就沒有那個歷史的 沒有那個歷史的雲圖 所以你不管是看哪一個 你如果有打開這個氣象雲圖 它所顯示的都會是即時的 我看一下 有出來了 你看 所以你真的可以感受到 颱風有在我們旁邊 有沒有 對不對 像這種 有特殊狀況的 你看就很清楚 絕對是今天的 這樣OK嗎 所以如果你剛剛要做動畫 可不可以把雲層擺進來 可以啊可以啊 只是它必須要在一定的高度才看得到 比較接近地面的 它就沒有 就是太細的那個 雲層的圖 可以跟你做分析這樣子 這樣OK嗎 好 所以 這個部分是我稍微補充一下 如果說 你要的這個軌跡 要的路徑 懶得自己 像我們待會要做的一樣 就是一個一個慢慢弄的話 你可以考慮 就是直接把你的 Google地球的 不是 那個行動裝置的定位 直接把它匯出就好 這樣子的話呢 你相對比較省時間 好 這個是 針對老師可能在旅遊上啊 或者是行程上 你要做紀錄的話 相對這樣比較方便